嗨大家好我是泡泡 我们如果想在职场当中顺风顺水的话 就必须要接受一些潜规则 这些潜规则也许我们打心眼里看不起它 或者说我们就不是这样的人 但是为了你的生存 为了你在办公室政治当中可以软着陆的话 那么你需要去改变一下你自己 现在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你在职场当中这十个潜规则 你必须要去吃透它 第一公司里的升职加薪项目奖金 没有一样是你埋头苦干干出来的 你得会卖惨会邀功会有人脉 会迎合领导的喜好 如果你勤勤恳恳兢兢业业默默无闻 那么你大概率这一辈子就会当一个老实人而已 第二遇到挫折不要轻易离职 一则你不会游泳你换个池子同样会淹死 二则有的时候你快到山顶的时候 那个阻力是最大的 再坚持一会儿也许你就看到美景了就熬出头了 第三公司活动团建一定要积极参与并且活跃起来 并且要和各部门领导打成一片 即便你胡砍都行 想升职得让领导觉得你是自己人 第四重大事情必须让领导签字 口头承诺都不行 必须有证据 避免出事当替罪羊 替别人背黑锅 第五对小人应该擒打招呼 少接触 不能指出他是小人 你公开指出来小人就迁怒于你 他会缠着你 你去告老板也没有用 老板不会承认自己用了小人 只会给你泼脏水 逼你离开 第六开会的时候千万管住嘴 别瞎发表意见 因为大多数会议都只是走个流程而已 真正的决策都不需要在会上敲定的 大事开小会 小事开大会 重要的事情不开会 记住 第七每个职场都有小人 那是老板默许的存在 是老板的眼睛 帮他做一些他不便出手的脏事 同时为了让职场里面的这些鱼动起来 第八你千万不要觉得你自己能力强 公司就离不开你了 你真错了 在老板眼里你只不过是工具而已 就像一个扳手一个螺丝刀一样 你就是再好用 效率再高 公司也不至于离不开你 大不了我用两个人代替你 一个人可以吧 公司真正离不开的是核心技术的掌握者 而且是那些不可替代的技术 第九在所有的职场里面 都只有一把手才拥有绝对的人事决定权 不要因为二把手特别赏识你 又经常在一把手面前夸奖你 你就觉得自己提拔有望了 大多数领导之间都是面和心不和 二把手特别喜欢的人 还真不一定能够得到提拔和重用 第十在公司承接重大项目 升职等等 一定要背后有靠山 一者让工作顺利 二者出现问题 可以有人替你保驾护航 但是千万不能出大事 否则他想保你的话 也要看看舆论 允不允许 好 以上就跟大家详述了十个潜规则 大家细细的去消化它 一定对你有帮助的 我是泡泡凯 希望你今天的节目欢迎点赞关注 拜拜